一分钟好成语 目光如炬 典故说明 据南史卷一五谭道记列传 在南北朝时 宋国有位大将名叫谭道记 他曾追随五帝流域北伐 立下不少汉马功劳 五帝死后 文帝即位 仍任命谭道记征讨北魏 又屡见其功 由于他工业标柄 官位升至司空 权势极大 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掌管兵权 然而树大招锋 他的功高望重 引起皇帝及朝中其他大臣的猜忌 一日皇帝以议事为由 传唤他进宫 却平击将他捕捉下狱 并且派人杀了他的家人及亲信 谭道记在牢狱之中 知道自己这回必定难逃死结 急怒攻心 眼中发出如火炬般熊熊火焰 又气又恨的把一大壶酒一饮而尽 然后脱下头巾种植在地 咬牙大骂 你是在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啊 这件事传出之后 北魏人就谣传说 道记已死 其余的南方人都不足位 果然就肆无忌惮的南清 目光如炬这句成语即出于此 原是形容人怒事时的眼光 后来也用来形容目光有神 或比喻见识透彻 事件远大 今天学会目光如炬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 成语说成语